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等待一期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5月24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 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 咱们先看美日经济新闻 它有个报道 它说三家房企高管年薪超千万 美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 2023年各家房企年报数据统计 发现在A股是股膳市的内地房企中 目前只有龙虎集团 绿城中国瑞安房地产三家公司 董事会主席或总经理总裁 年薪超一千万元 最高年薪超过五百万 但不足一千万元的有六家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近几年绝大多数民营房企 业绩下滑严重 但2023年任由部分民营房企高管 薪酬上涨 其中也包括出现房企 在A股是股膳市的内地方企中 几百万的这里面是不是就有道德风险 我是一家房企我说我没爆雷 来收这些房企的房子 完了把它做保障房 实际上就是拿全民 全国老百姓的钱 救个别的房企 救这些房企的老板 理由很简单 也很可笑 就是这些房企要倒闭了 那就影响金融稳定 就会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 因为他签银行很多钱 他不还了 你看看 这就是绑架 有好处 有利润 他们就分走了 连退休的 民喻董事长 年薪都是千万的 那些在职的 那都是几千万呢 也都多了 恐怕善意呀 各种还有股权奖励呀 公司不行了 你政府来救 不救我就死给你看 反正我赚的钱赚走了 所以说啊 对这些暴雷房企 如果是迫不得已 必须救的话 那前提必须是 这些高管 过去拿的那些奖金 那些高薪 是不是该退回来 或者是退一部分 那些大股东分红分走的 要不要退 赚钱的是自己的 赔钱的是社会的 所以我是最反对 什么政府 什么国家出钱 收房企的房子 明明有路可以走的 就是法制化 市场化 市场化什么意思 就是你卖 有人认可 人家来买你的 你价格出到位 就有人买 这叫市场化 法制化就是破产冲整 破产冲整 你这些股东 这些高管 该担责任担责任 这些债券人干对 该担责任担责任 而不是拿我们全民的钱 去救这些个别人 维维老师说了 我们大部分钱 是在国家那儿的 我们每个月工资 工资赶上发的 那只是一小部分 我们创造的财富的 大部分都在国家那儿 这是维维老师说的 那国家那儿呢 谁同意拿我们的钱 去救这些灰金如土的 这些发店上老板呢 人家是瘦死的 骆驼逼马大 人家再没钱 他也比你有钱 比咱有钱 所以我的态度 很简单 如果是必须要救这些人 这些房企的话 必须要让这些房企的高管 历任的高管 也有某种形式的 你得要退这些业绩 这些奖励 激励 甚至这些过高的工资 你看现在啊 还有在这种行情下 国家在救市 房企 房地产行业已经到这样了 还有房企 发年薪千万的 这就叫不收手 你好歹说我只拿 十二万一年 等到房地产低迷气过了 咱们企业度过难关了 安然无恙 我可以把以前补回来 这都可以啊 这个时候就玩命了啊 哥们的钱就拿不到手 赶紧放 假如明年龙湖 什么绿城 什么瑞安 爆雷了 该怎么办 还有一个房企是 远洋不已经爆雷了吗 怎么高管薪酬还这么高呢 已经爆雷的房企 所以我一直比较反对 这种拿全民的钱 给这些房企输血 这就是利益输送 一边是韭菜 买了房 失业 按揭贷款还不起 房子要被没收 一边还在给这些 房地产大佬 在输血 搞利益输送 在救他们 所以这个确实啊 难以理解 明明可以破产 重整的 明明可以 市场化方式解决 非要拿大家的钱 全民的钱 去救 关键这些主意 还是那些 所谓的经济学家出的 我们再看看这个 房地产 经济服务平台 所谓的中介 他们的经营情况 今天啊 大和财列方 刊登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贝壳 他的经营情况 贝壳大家知道吧 是大型的 房产经济平台 买房 二字房租房 在上面都可以 进行这个交易啊 5月23号 贝壳发布 一季度财报 并召开业绩线上电话会 财报显示 一季度 贝壳总交易额为 6,290亿元 据了解 据了解去年年初 疫情积压需求释放 全国二字房交易额 在一定一季度 同比增长51% 什么意思呢 今年一季度 贝壳 作为最大的 翻展经济平台 收入和利润 都是大幅下滑 军值财报显示啊 它的门店是增加的 门店增加 那经纪人也是在增加的 在这种情况下 它实际上是成本 开支是在增加 但是新房二字房交易额 就是营业收入是大幅下滑 所以这个让行业 传遍每个返产人 一个月别先跑 这中介日子 是越来越难过 有人就说了 这517新政 央行四见七发 这楼市不火了吗 现在媒体中介都说 楼市啊 成交量都是增加100% 200% 实际上啊 这个都是中介和媒体的 一种说辞 咱们在节目里面 是不厌其烦的说 不要听这些中介媒体 报喜不报忧 他们就说代看量 增长了400% 有的还说成交量 增长了100% 这都是为了 营造一种气氛 楼市非常红火 房价随时要涨 你要不上车 来不及了 得赶紧回去借钱 或许现在还能来得及 给你营造一种这种气氛 实际上啊 有人统计了 517新政以来 这个成交数据啊 远不如市场预期 这根本没什么动静 个别城市的 个别楼盘有动静 跟新政关系都不大 没有新政他也会买 你看啊 这个广东又出台新政 财联社 5月24日电 说财联社记者 从人民银行 广东省分行获悉 即日其 广东市场利率定价 自律机制 按照阴沉实测的原则 根据当地房地产市场 形势变化及政府调控要求 对珠海市 山头市 佛山市 等等啊 还有湛江市 云福市 共19个城市的 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做调整 这是首套房 首富比例 不低于15% 二套房 首富比例 不低于25% 我看了一下这19个城市啊 广东省的 我想起了一首诗啊 叫九月九 一山东兄弟 王伟的 它里面有两句话 叫 夭之兄弟 登高处 片差诸于少一人 这个可以改成啊 夭之兄弟 调利率 片差诸于少两城 这些广东省 19个城市 偏偏少两个 哪俩 一个是广州 一个是深圳 广州和深圳 它不调 其他地方调 这个也不太好理解啊 央行好不容易 给你这个政策 你赶紧用啊 深圳 你首富改成15啊 这样不是卖的多一点吗 结果就广州 深圳不调 其他地方都调 也不知道为什么 广州 深圳 是不是拖大呀 它是一线城市 所以赞不调 阴陈失策嘛 你现在不调 你再过两月调 你就没用了 所以这地方政府啊 这个救市方法 这个救市的这个措施啊 给人感觉 它不是旧楼市 它是在拖时间 给人感觉还是 搞了搞去 是以时间换空间呢 你看香港啊 人家一步到位 全面车了 咱们这一线城市 挤压高 慢慢挤 一天挤一点 所以我就怀疑 它这个 可能目标啊 并不是真在说旧楼市 恐怕还是拖延时间呢 你看这个广西啊 它就实在多了 财联社 5月24日店 记者今天从相关部门 了解到 中国人民银行 广西分行 以根据广西各地市政府 调控要求 从5月23日起 全面取消 广西各地市 首套和二套 租房商业性 个人租房案件贷款 利率下限 你看广西到实在 各地市 全面取消 就不装了 这个楼市低迷啊 击坏了专家呀 又有专家建议 一线城市 取消限购政策 楼市走出低迷 需要靠老百姓进场 中国国际跨国公司 促进会副会长 孟小苏 在全球产业发展论坛 建议全面取消 楼市限购政策 孟小苏说啊 很多城市 已纷纷取消 但一线城市 仍然悠悠郁郁 迟迟 不能全面取消 希望能够一步 取消限购 直至 彻底取消限购 他还指出 法律上市场 想走出低迷 还是需要全面参与 驱动社会力量参与 让老百姓进入市场 他这个说的啊 我个人认为赞成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不太能认可 第一个啊 就是一线城市 取消限购这个事情 尤其是北京上海 这个是个双刃剑 取消限购 对北京上海肯定有好处 那很多人就去买 那对北京上海周边的这些城市 那就是个打击啊 你比如说 网红城市杭州 你上海要取消限购 那很多人就不去杭州买房了 为什么跑到杭州买 四万一平的房子呢 三万一平的 在天点前在上海买多好啊 到了上海那才叫到城里啊 反正上海看哪儿都是农村 你只有到了上海 你才能说自己进了城 你才有资格啊 傲视其他城市 所以你天点前到上海买 那北京周边的呢 那你说谁还跑到天津买房 还跑到什么三河 燕郊 卓州 直接去北京买房不就完了吗 所以说啊 你看北京上海这种地方 你要放开了 对它肯定有好处 但是对周边城市 那就是一记闷棍啊 那房价估计跌的是稀里哗啦的 尤其这个疫情啊 告诉大家 仿佛教育大家 燕郊就是燕郊 别看隔一条河 你燕郊离国贸啊 北京不是国贸商圈吗 那都是CBD嘛 燕郊离CBD 你再进 那你也是河北啊 你杭州 你再这么折腾 在上海来说 你还是农村啊 是乡下啊 所以你看啊 这个一线城市 我倒是觉得 没有必要那么急着放开 你一线城市 又不是没钱 又不是财政撑没下去了 急着放开干什么呢 你让这些下面的兄弟们 喝一口汤 水啊 先捡这些穷的地方灌 给他们能灌一点 试一点 最后灌不了了 那再一线城市 他第二个观点啊 说房地产市场 将走出低迷 还是要全民参与 驱动社会力量参与 让老百姓进入市场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最终是韭菜进场 韭菜进场才能解救 房地产 才能真正的让楼市回暖 让楼市稳住 其他的都不是正道 那怎么样让全民参与呢 怎么样让老百姓 让韭菜跑步进场 补贴啊 要让韭菜感觉到 你这 我现在买房子很合适啊 占便宜啊 他自然来买 不买是因为 对未来预期不好 又觉得你房价还高 有跌的可能 那我当然不买 你让全民参与 让韭菜跑步进场 你光喊口号是不行的 连家头这样的正能量 他都不买 他在美国买房 他也没说把美国房子卖掉 在燕郊 买三套 他都没有啊 你光号召有什么用的 他这正能量啊 他都不买 他是爱国这个标杆啊 那他都不买 你指着那些贵甜美的 整天唱功中国的 你指着他买房 那更不可能嘛 紧着这些正能量先来 让他们先买 他都不买 说来说去还是嫌着房价贵嘛 跟收入脱节了嘛 最后我们再看看啊 这个有两个报道啊 我看呢 还有点意思 第一个是华山网 华山报 看的那篇文章 这是新浪专载的啊 它标题叫 五一七新镇后首周 西安楼市不温不火 你看从标题看 恐怕就是实情啊 这个华山报 就是西安当地的报纸 他说西安楼市 五一七新镇之后 这个是不温不火 他前面说啊 这个央行五一七新镇 等等这个救市政策啊 在西安的贯彻落地 取消限购首付利率 一降再降 当下宽松政策 能否打动购房者在就业 华山报大风新闻记者了解到 5月23日 西安各楼盘中间机构宣称 即日期执行最新贷款利率 记者走访了西安高新三期 多个再售楼盘 工作人员称啊 项目合作的银行几乎都可以执行最新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 保利云谷天会的置业顾问介绍说 项目合作的平安银行 即日期开始执行 首套房首付15% 利率3.55% 二套房首付25% 利率3.9% 最新标准 说实话 他这个利率并不是十分优惠啊 他应该还可以调 首套房利率不要超过3% 二套房利率不要超过3.5% 此外 记者从交通银行 健身银行 工商银行 西安银行等多个银行 官方发布的文件核实 新发放贷款已全部按照新利率执行 截至目前 如此宽松的购房政策 西安不曾有过 后面啊 他说啊 记者走访西安部分楼盘和中间门店发现 西安市场 整体表现有反弹 但远不及火爆 位于曲江新区二期的德佑门店 丁信工作人员介绍说啊 517新镇前后变化不大 他们门店覆盖的房源是整个曲江新区 5月17日到5月23日 就是这个新镇期间啊 整体成交量约为40套 比新镇前增加不多 曲江新区的房源从房领和配套来说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但由于现在观望情绪浓厚 业主降价出售也不理想 就是降价的买不好 另一门店燃性工作人员 正在带客户看房途中 向记者介绍他们日常新房和二手房都有涉及 这个周看房的客户确实多了 咨询量以及带看量有上涨趋势 成交增加暂不明显 独立经济评论员周温豪认为 新镇后一周时间 政策不会在市场端有明显变化 近期或许会有一小波反弹 但不会火爆回暖 并且现有的首付和利率下调新镇 并没有真金白银让利给购房者 如果能宽松二手房交易政策 比如取消限售 直接减免税费等 直接减轻交易成本 二手房的交易或许会活跃起来 单下政策环境不足以打消购房者观望情绪 近期有意向购房的陈先生 在看到新镇后向记者表示 此前看中的房子 按新镇来算首付是降低了很多 但月供并没有减少 所以还是很纠结 还有多位有意向改善住房的购房者表示 政策是利好的 门槛也很低了 但是经济受限 未来月供何以为计 以上类似情况足以说明 购房者更多担忧 预期不足 你看看 这就是咱们节目经常说的 天天挂在嘴上唠叨的 央行这个救市政策 怎么说的 诚意不足啊 就是没有给韭菜让利 只是降低韭菜购房的门槛 准备割这个韭菜苗 媒体说啊 结合单下买房政策 购房者应该如何抉择呢 但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马建表示 目前无疑是近些年来政策作为宽松的时刻 虽然目前购房环境已到窗口期 任要谨慎选择 对于刚需客户来说 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 等于降低了购房门槛 有机会优先选择优质的新房项目 而不是老破小 对于改善客户来说 优先选择地段优势明显 产品力出众的稀缺项目 是未来房屋能够保值增值的前提 这是华商报关于西安的楼市 新政之后的一个情况 叫不温不火 我们再看一个媒体 关于过期网红城市杭州的楼市情况 它的标题叫 降价是卖房最好的方式 不是说涨价啊 不是好多二手房东西要涨价吗 人家说了 降价是卖房的最好方式 它说随着大量新房交付 杭州市区二手房挂败量持续高企 至2023年已突破22万套 面临巨量的二手库存 压力数多房东都绷不住了 作为生活在杭州多年的新杭州人 陈臣原本对杭州楼市信心满满 在杭州生活多年 陈臣早在2016年就入手了一套90平米左右的房子 这套不大的房源 承载着陈臣对杭州未来生活的想象 持有六年后的2022年 陈臣加上了卖房大军 就是把他这个90平的房子卖掉 但这时杭州市场已经变了天 他发现在长达八年的猛涨之后 杭州的房价透支严重 越来越多的看房人不敢出手买房 这个月卖的话 总是比上个月跌五万 每个月跌五万 你看看啊 这个陈臣啊 2022年把房子挂出去卖 那个时候就开始 买家都认为经过八年的猛涨 杭州的房价严重投支 2022年是不是我天天做节目 说过气网红城市杭州 房价虚高 泡沫严重 我要劝 如果你在杭州有套房 但是你失业了 你还不如把这房子卖掉 去国际大都市郑州啊 买套房住 剩下的钱存银行 然后再花十万买一辆比亚迪 跑晚约车 快货四身仙呢 那是不是2022年 现在什么行情 每个月跌五万 还是说陈臣啊 他说这之后啊 每一轮政策的出台 陈臣都会盯着仔细研究 但等了一年左右 陈臣也积攒了更多的失望 直到今年上半年 陈臣终于决定卖掉这套房子 以亏了七十万的代价 2016年买的房子 现在卖 他亏七十万 大家想一想 这杭州的楼市啊 经历了这两年的市场行情 很多房东在挂牌时 不再藏着掖着 而是干脆亮出自己的底价 尽快卖房 降价成了最好的方式 如今 杭州二手房价格仍在下降 根据杭州贝壳研究院数据 四月二手房晚签8402套 环比三月下滑1.8% 前一阵子媒体天天报道 又是上海人跑到杭州去买房 一买就十套啊 又是深圳人跑到杭州去炒房 炒那个小户型 什么原差原件 怎么现在不报道了呢 又说这个中介自己买 就是为了营造一个气氛 忽悠不明这些人赶紧去买 去接盘 所以我一直劝啊 如果现在你那个地方 楼市还不错的话 正好你有房子要卖 你两套房或者三套房 你赶紧把房子拿出去卖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 现在杭州不是说火热吗 杭州看房子多 代看量也多了 什么外地人都到杭州买房 那你如果在杭州有房 趁早趁现在还能出手赶紧卖 杭州的房价跌到哪儿 谁也不知道 跟它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关系 杭州的经济它主要是互联网经济 平台经济 你可以参考阿里 阿里怎么样 如果阿里是蒸蒸日上 那杭州房价能稳住 如果阿里不行 杭州的房价相稳住啊 很难 如果我打算在杭州买房 我这个时候一定会等 等到上海放开 上海扛不了多长时间 年底很多地方就要放开 最迟明年 上海就要全部放开 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